以岛主这个五年玩房车啊 玩五辆房车的经验 今天分享给大家 这个没买房车的小伙伴记好了 这都是干货 首先呢 我们选房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是一个 就是退休人员 年纪还不到70 因为玩这个拖挂房车 是有年龄限制 70岁以上就跑不了 所以溜家照了 所以这个你要是 要有一个计划的 其次呢 我们就说一下 正常我们有这个B型房车 对吧 拖挂房车 还有C型房车 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是常年的旅行 知道吧 长江我这常年住房车 一定选拖挂 一定一定一定选拖挂 不管它的是这个 这个保温信 还是它的一些方便性 都要好一些 因为你长江我们这地方住7天了 对吧 走了20公里住了7天 你看这种玩法的话 你要是这种小车 长期住在里面 空间肯定小的 如果单独就小车出来 相对就是吧 这种体验感也没这么好 但是你看这个车就不一样了 卧室也够大 是吧 诶 客厅也够大 中间厨房 卧室也够大 都够大 所以说长期住了 海景房妥妥了 但如果你要是这个上班族 又想上班带步 又想这个商务接待 又想这个周末带娃 又想这个放假去旅行 那可能这个小车的适合你 知道吧 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真实的需求 至于C型车呀 一般是啥呢 就是旅游 就是我今天带着我老伴 或者带着我爱人 我带着我家人 我就想 半年之内我走遍中国玩一大圈 或者几个月我要去几个省 我路上走的特别多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个C型 一个C型自行式的方式 或者一个长洲高顶的B型 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是长期旅居 一定是拓挂 除非你实际 实在是年龄太大了 或者是实在是 这个也没有什么驾驶 驾驶这个技术好不好的 这个练一段时间都没问题的 然后呢 说说这几个车的缺点吧 首先我们先从小的说B型车 那B型车的缺点呢 就是什么呢 空间小 对吧 我这个看着空间大 但我这设计的通透 所以空间大 一般的车呢 就是看起来没那么通透 所以会显得空间小 二一个就是说 即使它保温再怎么做 它毕竟外面的整个车 都是这个板筋的啊 说白了铁皮的 对吧 它一晒 这个呢还是会进来的 所以说它保温性就要差一点 所以说这就是小车的 它这个缺点 优点也是有的 小机动性强 对吧 一车多用 通过信号 是吧 好停车 好开 操控信号 好 那再说这个挂车吧 挂车的缺点呢 毋庸置疑了 就是说白了 你这个两个车 你停车呢 要多停一个车位 二一个是 它对你这个驾驶的操作性 要有一定的技术 尤其是倒车 对吧 但是你有C6驾照了 你肯定就变倒装了 也没问题的 那你倒车的难度 肯定比这个一节车难度要大一点 包括往前开车的转弯半径也要大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嘛 其他的它就没发现啥缺点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高速上 它限速 这个车呢 就是属于其他车辆 最高限速在高速是100 那这种车呢 一般是120 就是标准的高速 它是120 你它只能开到100 这个区别是有的 还有一个拖挂的优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保温性 要优于B型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它这东西嘛 说白了 看到呢 这边就是一个玻璃缸 有的这边是木板 它这个双面玻璃缸 中间就像那个泡沫层 保温层 知道吧 所以它的保温性 而且真空负压的 这个车还不是冷压 你们空气都抽出来了 肯定优于这个B型车 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的就是 比如说是通风的设计 换气的设计 所有车你设计好了之后 都还可以的 都还可以 那下面说一下C型 C型车的缺点是啥呢 C型车的缺点也挺大 其实很多人看到 C型车的这种 出现事故了以后 就像这个散架上了一样 就说质量不好 其实不是的 它本身它就是三明治车身 它三明治车身呢 它这里面打这个龙五 它肯定就不如这些 一体成型的或者这种板筋的车 解释一些 这是毋庸置疑的 是吧 进口车也是这样 进口的C型也是这样 不是说质量不好 它的结构就决定了 它这个材质 所以说相对 C型车的安全性 可能 相体的安全性 可能就比这个 A3这种B型车 要差一些了 对吧 但是呢 它的空间要大一些 空间大一些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相对里面 坐人的行驶当中 比如有些车是个六个人的 后面可以坐四个 前面可以坐两个 对吧 这种空间性大一些 相对舒适性要好一点 而且呢 它的操控性要优于 脱挂 优于脱挂房车 那要比这种 小的B型房车呢 操控还要差一点 它可能更接近于货车 而且一般这种 小的C型房车 B型房车 都是C罩能开的 你多大岁数都能开 你像C型那么大 你就比如70了 75了 80了 你都可以开 然后同等材质下 通常飞行车的保温性呢 也还好 飞行车保温性 也要优于这个 B型车 对吧 但是啊 还是比脱挂房车差 很多小伙伴说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飞行车 它有个驾驶舱 比如说你这里后面 整个后面都是这种 说白了 就是一个挂车的壳 放在后面了 它也是这种三明治结构的 但是你的驾驶舱单不可厉 啊 还是有这个这个板筋 这里面还是很热的 所以说能比这个车 C型车 在保温方面比B型车强很多 但是啊 比挂车还是要差一些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的优劣呢 就是也是一个 我感觉脱挂的优势吧 就是像自行士的车 每年都是要交那个保险的 对吧 这是他们的一个劣势啊 一个车保险可能要四千左右 对吧 四五千块钱 那像拖挂呢 它是交强险走前车 商业险另外上 也是你这个车有交强 也没有商业险 怎么讲呢 就正常你这个前车发生碰撞了 对吧 哎 你前车 走你前车的商业险啊 呃 或者强制险 但是如果你挂车啊 这个受到事故了 需要赔偿别人的说 你这个挂车只有强制险 那通常挂车 一般我理解 可能是你是不是 你转弯的时候 前车过去了 后车碰到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如果是你全车的话 可能要设计这方面 那这个车保险也不贵的 一般正常 他们上那个 那个就是三折险的话 可能一千块钱左右 但是大部分都没上啊 某某这也没上 我那个也没上啊 那前车是一定要上的啊 前车两百万 一定要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他们的优劣 那还有一个呢 也是挂车的劣势啊 所以我想起哪个 说哪个啊 想起来这个劣势说 他这个车要 现在要一年一减 他跟那个货挂一样 知道吧 虽然它是全国 哪里都可以减 你只是开在哪里减 但是毕竟它有一年一减 你像这个跟小车一样 它是六年免减的 后面两年一减 就跟那个私家车是一样的 今天导主给大家分享呢 就是啥呢 就是说 从自己玩车的角度 来分享这些车的一个利弊 站在中性的角度 不偏袒 也不说哪个车好 不说哪个车不好 咱们就站在中立的角度 来分析这几个车的一些优劣 那这三个车的价格呢 也是有区别的 通常B型车的价格 一般是在20到40万左右 基本上大多数B型车的价格 但是肯定也有更贵的 100多万的也有 甚至是10万左右的也有 但是咱只是说 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 这个车的一个价格 像这个脱挂房车呢 大部分是一般在 就是还能开的 还能玩的吧 通常都会在小一点的 可能迷你一点的 还靠谱了8万左右 然后好一点的 可能达到20万 156万178万这样 基本上这样的区间 但是也有这种 4,5万块钱的 对吧 就是这种低价的 噱头的车 然后也有一些进口的车嘛 2,30万 3,30万的 甚至5,60万的 大脱挂也有 那我们说的话 基本上大多数 尤其是目前我们国产的脱挂 主流脱挂 可能一件就10万左右的车 相对要居多一些啊 因为像我们岛主买的 第一辆车 可能就是8万多 第二辆车呢 不到10万 那第三辆 第三辆车呢 是将近11万 所以说一点 还是点涨上来的 那相对的 配置也好一些 比如说像萌萌这个车 萌萌这个车 低配的不到10万 高配的 好像他这个是12.88 加上丰配的 一些13万多 落地的13万56了 但是相对配置 这就好些了 全套德国外科 进口的底盘 楼也是加大了的 就是很多 不懂车的 你是看不出来的 窗户也多 你看到没 这窗的通风多少 你看到 门后面也有窗 包括 那小时也有窗 前面也有窗 对面也有窗 卫生间也有窗 换机扇 前后换机扇 卫生间换机扇 中间那是厨房抽烟 是吧 角度也大 都是过长风 通风也好 而且它这真空负压车身的 双面拨的刚好 下面是一张板 整板 克那一张板 里外都是一张板 相对接份都没有 所以说相对靠谱一点 所以这里总结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 如果你是 超零了 可能玩脱化不适合 但你还想旅居 那你只能选一个C型 6米内的C型 蓝牌 你这个C罩能开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 还想玩房车 还想一车多用 家里也不想买那么多车闲的 因为毕竟 养一台车 还是要有这个费用 费用还挺高的 对吧 所以说 你要一台车 它就买个小一点的地形 长期旅居 那就是拖挂 所以说 如果旅居的话 无论从方便性 便捷性 性价比 肯定都是挂车 都合适 那如果是一车多用 肯定这种小车 如果是就是旅游 想多转一些地方 然后还想住得舒服一点的话 那肯定就是C型房车 好了 说了这么多呢 具体呢 还是要看你自身的一个需求 选择合适的房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关注我 了解更多房车生活